针对全国布农族社纪邀请函中 类名的邀请人之一 出现所谓的总头目头衔 有族人因此在社情网站贴文表示 布农族不应该有所谓的头目称呼 进而引起族人热烈讨论 实际着访部落 一般族人也都表示无法接受 布农族绝对是没有头目的这样的一个职份 因为布农族是一个家族形态的一个生活形态 我们以前不讲头目 我们说Lavian Lavian就是好像主席 好像是说 如果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去出草 就是杀人头 我们就是他会带领 然后代表 那就当我们的头目 就是我们的那个叫Lavian 邀请函总头目指示 引起族人的议论 主办今年度全国布农族设计的花联县佐西乡 已决定重新制作邀请函 拿掉总头目称呼 并表示10号召开的全国布农族设计论坛会议上 也会排案讨论 如果很多年轻人认为物疑的话 那我想我们可以重新的检讨可以讨论 布农族有办那个全国联合制造机的时候 我们会每一次都一个主题来做论坛 那我想他们应该也可以提供意见 主席乡各部落设有头目 乡并设有总头目已经行之有年 主要配花联县政府头目联谊会的制度 让部落头目每次参与县 乡会议可以金领1700元的事务费 我们竹西乡的头目制度是从前任的乡长就有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已经习惯 而且加上花联县政府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花联县的一个头目联谊制度 所以他就会每一个主群就会有总头目 也有副总头目 所以我们这里就变成跟着阿美族一样 可能就是习惯性 部落族群具有领导地位 德高万众之人一般称为拉比亚 在现在的社会里该如何转化称呼 主办单位也希望在全国部落族设计期间 透过讨论建立共识 原时新闻把握了花联酌西采访报导